从古至今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列强 都会通过战争来确保自己的领土不受侵害 尤其是在我国古代 由于我国国土面积非常的广大 在古时候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匈奴与中原之间矛盾冲突非常的多 在史记、战国册、三国志等史书中 都能找到有关匈奴的记载 但是随着现代技术和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 匈奴墓葬也逐渐暴露在大众的视野 那么在历史上被打败的匈奴 到底有没有后代呢 据说有五个姓氏是匈奴的后代 都是什么姓氏呢 他们南征北战 沙伐果爵 肆意吃成在广阔的大草原上 缔造了气势恢弘的草原文明 也曾在中原地区为了争夺地盘 疯狂挑衅 他们有一个令整个亚洲都为之敬畏的名字 匈奴 相信大家非常熟悉 马背上的王者这个词 用它来形容强大的匈奴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他们曾经盛极一时 叱咤风云 但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隐没在历史长河中 落得悲惨的下场 同时也留下许多未解之谜 其中一条令许多人不解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强盛一时的民族逐渐衰败灭亡的呢 这就要从匈奴的起源说起 据司马迁的记载 匈奴的祖先原始皇帝 也就是说 我们和匈奴同为华夏子孙 是一奶同胞 但是在殷商时期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部分的匈奴人离开了草原 来到了现在我国的北方地区 并且在北方扎根 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一直生活在北方 渐渐的就繁衍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 匈奴渐渐的发展壮大 不再满足一小块领地 他们野心勃勃 想要更多的资源 于是到了秦朝时期 匈奴在周密计划之后 开始侵犯汉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曾经与他们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但是也只是短暂的平息战火 到了汉朝时期 因为匈奴入侵的势头太过于凶猛了 他们善用骑兵 可是这却是汉人的短板 汉朝为了国泰民安 不得不提出与匈奴结盟成为兄弟 还提出了和亲的方案 把汉朝的公主嫁到北方 给匈奴当妻子 而且汉王室还在每年的重大节日 送给匈奴丰厚的礼物 避免侵略 如果不是因为匈奴本性好战 我相信现在的世界霸主 一定归匈奴所属 由于战争 消耗了匈奴太多的精力和彩力 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内乱频发 百姓不安定 周边一直被匈奴压迫剥削的国家 开始打击报复 匈奴的强大实力 就这样被逐渐瓦解了 这时 一部分匈奴人认识到 该找老朋友帮忙了 于是他们就投靠了汉朝 进入中原地区 过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久而久之 他们与汉人通婚 生子逐渐被汉族同化 可以说成也匈奴 败也匈奴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段经历 匈奴渐渐地退出了历史 匈奴在汉朝生活久了 渐渐地适应了 但是由于他们的名字太长了 不方便记忆 于是匈奴人和汉朝商议后 决定把原本冗长的匈奴姓氏 演变成为简单的汉姓 那么以前匈奴的后代 都改成了什么姓氏呢 在查阅资料后可以发现 一共有五个常见姓氏 与匈奴相关 快来看看 你是否也在其中吧 第一个是刘姓 汉朝是匈奴刘渐建立的 所以现在的汉姓刘中 有很大一部分人 是匈奴人的后代 直到现在 流姓的人口 在中国全部人口中 也占据很大一部分 第二个是忽姓 在古时候 有忽颜这个词语 它原本是匈奴部落名 这在史记和汉书中 都能找到依据 在魏晋时期 匈奴中的贵族 把忽颜氏改为忽颜氏 直到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忽颜氏这一脉匈奴 基本上完全融入到汉族 后来为了方便 直接改成了忽姓 第三个是金姓 提到金姓 大家第一反应 可能是我国的少数民族 朝鲜族 但是如果追踪溯源 金姓来源于匈奴 这就要继续结合史实 来说一下了 在汉武帝时期 有名的少年英雄 霍取病 带兵大破匈奴 身为匈奴子嗣的金日帝 来到汉朝生活 并且大受汉武帝器重 甚至曾经被汉武帝 指定为辅佐太子的 四大人选之一 虽然金日帝的后代 有一部分改成了从姓 但金姓这一支 如今在我国多地都有分布 除了上述的三个姓氏之外 王姓李姓 这两个姓氏族群中 也有很多 由匈奴改姓而来的人 据史料记载 匈奴原本就是 华夏的一个分支 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抢夺之后 兜兜转转 匈奴不过是又回到了 最初的原点 彻底融入在了 中华大家庭中 当然了 匈奴的姓氏文化 也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这不单单只是 匈奴人的历史 也是中华文明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最好证明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 和谐统一的大家庭中 就要格外地珍惜 各位革命先烈 用生命换来的 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接下来说 历史上令人头痛的气氮 如今变成了哪个民族 你可能想象不到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 土地广阔的国度 而在这片大地上 交融生活着许多民族 他们有过争端 也有和谐相处的时候 因此形成了我们 丰富多彩的历史 比如对于唐宋时期的人们而言 契丹族便是一个 令人头疼的存在 而在如今 契丹族却成为了我们 所想不到的一个神秘民族 契丹族最开始的时候 不过是突厥韩国的附属国 为其所统治 此时的契丹分为了八部 彼此之间相互斗争 因此实力不值得一提 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 契丹族的野心 开始展露了出来 一个名为李进忠的契丹族首领 自封为克汗 并且起兵造反 后来李进忠虽然去世了 但是克汗制度却被保留了下来 并采用轮转的方式进行更替 在公元907年的时候 传到了迭拉布耶律师家族 而在这时 耶律师家族出现了一个 非常有野心的人 此人便是耶律阿宝基 耶律阿宝基希望克汗这个位置 可以一直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继承 于是波段打击削弱其他的 有可能继承位置的人 并将轮转制度成功改成了继承制度 而后耶律阿宝基还成功征服了其他期部 让契丹完成了真正的统一 在这个基础上 耶律阿宝基于公元916年的时候 自立为皇帝 史称辽太祖 显然的 耶律阿宝基是一个不容易被满足的人 后来他直接将自己的魔掌伸向了中原地区 在这段岁月中 耶律阿宝基与中原地区的某些叛乱人员相互勾结 并因此而占领了中原的众多领土 而在耶律阿宝基之后的几代皇帝也是如此 给中原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不过到了辽兴宗的时候 契丹的势力开始衰败 公元1125年的时候 金国攻破辽国 俘虏了辽天作地 辽国被灭 幸运的是 部分契丹皇族逃了出去 比如在1132年的时候 耶律大使建立西辽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他们的实力终究是比较弱小的 无法和当时的强大势力所抗衡 所以在1218年的时候 西辽也被成吉思汗所灭 此时契丹族的后人 无奈之下只能够继续选择西迁 来到了如今的伊朗一带 建立了后西辽国 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没有逃过灭亡的结局 因为蒙古人的野心太大了 而势力又太过于强大 因此契丹最后的希望 也在1309年走向了破灭 而有意思的是 在后面的日子里 契丹族这个称呼 便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使得人们开始好奇 这个民族的后人到底去哪里了呢 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契丹族的人大多数都和其他民族融合了 只有少部分的人演变成为如今的达瓦尔族 人口共有13万人左右 分散在我国的各个地区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都代表了契丹族依然走下神坛 而他们曾经的光辉岁月 也依然一去不复返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